這個課程我就是把他稍微做個整理 然後又把它貼到Poto上的最新消息 所以如果你在最新消息裡面點擊 我就把那個上學期的那個 就是做個總結吧 因為如果你上學期的課程還沒有學熟的話 下學期你要能夠跟可能會比較辛苦一些些 所以假如說你已經忘了差不多的話 回去再做個複習吧 那包含就是說我們從第一次上課 裡面包含學了像文字與字號函數 像REPD、LEEN 或者像是開發人員怎麼打開 像怎麼樣錄製聚集 然後產生按鈕 這也許有些同學還知道 但是可能已經那個步驟 詳細的步驟可能都忘了 比如說開發人員怎麼打開 可能很多東西是太久沒用了 都忘記了 你可以再把這個影片打開裡面都有答案 另外的話就是加上一些註解 或者是說呢 如何設定VBA的環境 再來就是說呢 如何做存檔的動作 存成啟用聚集的活躍布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假如沒有存這個啟用聚集的活躍布的話 那你寫的VBA啦 錄製的聚集就全部消失了 等於是說你教的東西 等於是前面做的都做白工了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是如何去撰寫這個程式部分 像增加一個貨圍圈 還有像格式化 這些我想這是第三次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151的這個瓜糊字串 比如說用那個FY函數跟MID函數 那一樣錄製聚集 等等的 那另外再用VBA撰寫這個 對應的程式 那這個部分呢該怎麼做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那像還記得吧 那個住宅竊盜案件 好 那我們要去分析台北市 哪一區的資安最差 那是竊盜率最高的地方 哪一條道路上面 有沒有失竊率最高 那麼還應該有印象吧 那這個資料呢 其實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這個開放資料 像 就台灣的那個 政府 提供的開放資料 現在應該我想應該超過5萬種了 也就是各種 民生上面 他比較不具備有 這個這個什麼 就是個資問題 或者資安問題的資料 理論上會把它公佈 像那個哪邊有住宅竊搭案件 然後哪邊有什麼 汽車的 汽車的竊搭案件 或者機車 或者自行車 腳踏車 OK 等等的 那其實呢 都 都是這個 這個可以公開的 所以當然呢 有同學也會做 做一些變化題 這個我記得好像我們有做一個練習 就是 你可以改 那比如說像我同學 腳踏車 經常被偷 那就想說哪邊最容易被偷 他想知道 以後停那邊的話一定要記得加鎖 而且最好一定要加兩道 而且可能加兩道還不夠 可能最好鎖在柱子上面吧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你即便加鎖他直接扛了就走了 那等於你有加鎖也是 沒有太大的意義 然後OK 諸如此類的其實相關的資料的網路上都查 其實開放資料都查得到 那其他的話還有包含就是說我們的 這個後來我們在範例檔案好像我們是在 使用 範例檔案 我們主要是這個嘛 第一個資料夾 另外的話就是針對第四個資料夾 有關那個什麼 像 像什麼 像黑名單篩選 像中獎機率統計 這些 我們有做了相關練習有沒有 那這個後面 甚至我們有做一些 繪製實條圖的部分 那我也有把它列在 這個上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對上學期部分的課程 已經 忘了差不多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稍微把這個地方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要繼續再 往前推進 也許今天請各位 就幫我開啟那個第五個單元 那第五個單元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在開啟 裡面的這個其他練習 包含就是 我們今天再來看一下其他練習題 包含這個地方 請各位開啟這一題 就是 這個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比如說你今天是做那個 這個HR 就是 算是現在 各個公司都有HR就是那個什麼 人力人資人資部門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 有幾個需求 你可以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大概有個試題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那你切到柱磚 這個頁面之後呢 其實他這一題 總共會有幾個需求 包含就是說呢 請你幫我 產生單位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幫我產生什麼 主別 第三個是升等 第四個是 這個考核 這個什麼 加權分數考核 這個是比4 所以 4 5 6 7 總共呢 需要幫我把這個頁面呢 總共有7個 這個資料呢 全部都把它做出來 OK 那當然 不是叫你做土法鏈鋼的事情 所以 7件事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呢 他每個頁面 像柱磚 跟領主 你會發現領主這邊也一樣 所以有沒有辦法 就乾脆你做一次呢 可以通通 都套用 還是最好的 也就是你要把這些資料都填上去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個單位要填什麼 其實他這邊有個說明 這個單位的話 你可以切到這個 單位的這個工作表 裡面就有單 那什麼叫單位 你會發現 單位好像就是什麼 101 一直到多少 到底下這邊有個361 那實際上呢 他第一個問題是希望抓 編號裡面的 第幾個字 108 也就是說呢 要把第三個字 的後面三個字呢 幫我把它放到這裡 就把108放過來 那不是叫你用手敲的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以想到用哪個函數 還記得吧 對 MID 馬上 所以都沒有忘記 蠻好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工作的時候 你不用MID 說真的 你根本就不用做了 第二個的話 主別 主別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如果主別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切到主別看一下 主別是A B C D E有沒有 那實際上就是哪一碼 這一碼 就是把A放到這裡來 那升等的話呢 升等是哪一個 升等切過來 他1 2 3 其實 你可以看 試題裡面有講 升等實際上 就是指的是第一碼 比如它是1 你就把1放過來 那至於這個考核呢 考核 考核實際上就是 這三個的成績的平均 可是問題 假 他還蠻妙的 他前兩次用那個 假一餅丁 然後最後一次用A B C D 那問題我要怎麼讓他平均放這裡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必須把假 轉換成 他的分數 OK 然後呢 假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喔 這個假應該是在 哪個地方 可以看到 在等級 對 在等級這裡 實際上等級裡面的話 假就是85分 所以你要怎麼樣把假變成85分 然後A減的話呢 也變成85分 然後再把這三個成績怎麼樣 做 開始用Average函數平均 或者是說除以3 相加除以3 把這個成績算出來 放在這裡 OK 那就完成我們要 那這個比4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成績 乘上百分之30 乘上百分之30 其實是0.3 你乘上這個成績乘上0.3 這個成績乘上0.7 那就是這個的比4成績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這兩個成績 怎麼樣呢 這個成績乘上0.6 這個成績乘上0.4 那就合計 最後呢 幫我排名出來 到底誰是最高分的 就把他按照順序做民事的排列 OK 那就是這一題的練習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那當然你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其他也要完成 所以總共會有4個頁面要完成 那就是這一題最重要的部分 那當然 其實如果你要高效率一點 最好是什麼 你做兩個按鈕 有沒有 一個按鈕是什麼 是按下去 就4個工作表一次就完成 那叫VVA 那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就是4個工作表的資料又清空了 那是要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 不過你們先確定一下你的環境 是不是有沒有變中文 OK